第四题 在制造肥皂时加入饱和食盐水的目的为何 我们做肥皂的第一步骤是造化 第二步是研锡 就是把造化的产物通入饱和食盐水 因为呢肥皂不容易饱和食盐水 可是甘油会溶 同时呢肥皂的密度比饱和食盐水小 所以会浮在饱和食盐水的上面 因此就可以使得我们的肥皂跟甘油分离 所以第四题为我们说 加入饱和食盐水的目的为何 我们答案呢选的是猪 使肥皂与甘油分离